看球一定是看正選的那十多人 有多少人會理一下後備球員 更何況我連後備球員都不是呢 我十八歲加入港超球會 轉過幾間球會到現在三年了 真正上場有一次那麼多 每次練習我都會出盡力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手籠 由小學開始 籠門就是我的位置 最記得中四那一年 我越級地代表學校 踢了一層正英賽 因為我一個低級錯誤 被人凹死 連累球隊輸球一比力 沒有了一個貴軍 多得恩師一句 靖孫夢的位置我永遠留給你 我才敢落場 兩年後我做了校隊隊長 再踢多一次正英賽 那一年可以說是爆冷贏了冠軍 還拿了MVP隊員 我一向讀書都不擅長 但就是因為我的體育成績 才可以由Space 升上港大 沒有足球 沒有今天的我 雖然離開學界之後 我一直是職業球隊的大後備 只有預備了的賽事 才有機會踢 但我都會繼續努力 爭取表現 我要證明給人看 球隊最後的防線 可以放心交給我 希望明年可以入選港隊U23 踢亞運 下年我就大學畢業 我都希望以足球為事業 但如果繼續坐冷板椅 我是不是應該走過另一條路 有時候有些東西 是你就是你 無論足球還是人生 我都不斷尋找自己最佳的位置 我叫王子聰 是港大學生 亦是港超球隊李文的三號門將